对于网友来说,恶搞娱乐圈的明星似乎也是日常生活的调味剂,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当明星本尊,知道自己被调侃了之后,大多也只是笑一笑,表示大家开心就好。 尤其是最近恶搞的几个明星,甚至还被网友称为夜市四巨头,对于两部竞争激励的古装剧来说,想要恶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,不过即使如此,依然由网友发现了其中的精彩部分。 说当其冲的就是延企攻略中的费英洛,先是说台词时被大家吐槽,接着又被网友恶搞成了知面,不得不说网友们真是有才,而且毫无违和感。 紧接着就是最近,在剧中换上了少数民族服饰的新之类,不仅具有少数民族的风范,而且还十分具有美感。 不论是撑面还是倒茶,都是十分可谐,说的撑面,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偶像剧中的关小彤和马克了。 毕竟这一对剧中小情侣的舞姿,虽然没有多人眼球的美,却又令人横幅的动作,要不然也不会,被网友们恶搞成了拉面师傅,如果说电视剧难免会被恶搞的话, 那么歌唱舞台上的歌手一样没能逃过,邓紫棋在节目中唱歌不免太过投入,再加上话筒详细,使得网友忍不住将他的话筒披成了羊肉串,这一披竟然还十分具有生活气息。 除了邓紫棋,还有信任蔡徐坤,即使穿得再帅气十足,张荣在鲜妹依然逃不过被恶搞的事实,意外的是蔡徐坤的匹徒,真是出神入化,接西瓜也是接得风情万种,不知道蔡徐坤本人知不知道自己被匹徒了呢? 不仅如此,很多网友面对被匹徒的明星还十分感兴趣地调侃说,为啥别人都是厨师,只有为因若是时刻。 之前邓紫棋的那个一只失望者,现在看来新之类倒茶,那个可以与之一战,哈哈哈哈新之类拉面有点牵强了,不过功夫茶真的绝了二三三,邓紫棋看一次笑一次,匹徒太真实了,他功夫茶也是毫无为何感啊,在众多本恶搞的明星中,大家对谁的印象最深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